你这个地区的人有佛报 有佛的人都来了 没有佛报 没佛报的人也来了 所以修佛很重要 今天要全球去 世界是一家 地球人 地球村 你说哪个人 我地球村 你要是地球村 不应该分 合起来 地球上就一家人 地球人 有佛同享 有难同党 地球村 要提倡 这个村庄 不光是哪个旧 哪个地方 发生问题 影响全世界 大家都学中国传统教育 天下太平 所以我们努力提倡 一条龙 地球 这一条龙 十六年 小孩三岁上去 他将来长大了 他有这个大家庭 爱我自己 爱我自己 爱我家庭 爱我灵地相当 最后 凡是人 皆是爱 可以做到 天下太平 我们今天 走这路 对社会 是什么贡献 安定 活力 我们做这个 活到老 做得了 怎么样才能做到 世界和平 团结和平 一家人和平 不足一家人的路 永远不能会 所以中国的教育 实在真实应该 要大力气着 中国从小 就教一家 能力教育 能力教育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 不会出马 中国教育扩大 把一家人 扩大为一族 建一个祠堂 对你们共同 纪念老祖祖的地方 办学的地方 说什么 说波罗老祖祖 说 我们一个祠堂 一个祖 就是一家人 一个父母 祖生 三皇五弟 我们是皇帝子孙 对就 你那个心 最早是哪来 找得到 原本真的是一家人 就同一个心 同一个主心 一家人 几千年 我们这样走过来 想一想 以前 一生活动空间 没什么大 没什么方便 你这个家的观念小 现在这个家里 要变成世界 整个世界 是我一家 为什么 它跟我的关系 没起来 肯定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无论做什么工作 为学会做的 为大家做的 不是为某一个族人 某一个个人 为全人类似的 这就不一样 这里面就重来爱爱了 爱爱观念 怎么不一样 这样不一样 从一家人里面 发挥出去 就是平等的 这个文化 头脑有着概念 中国人 中国人至少 摇顺于腾的时候 就是大头的思想 也了不起 是反对学生不准的 那大不利 大不孝啊 主持人的 是反对学生不准的 是反对的 那大不孝啊 你只能得到 这是抢血的 就是平等对学生不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